跨界收入會是您個人會心動的選項嗎 確實在市場上選項是越來越多 然後我們今天在討論的這個詞嘛 老爹 今年的下半年 還有哪一些是消費者會注意到的車款 有一部當然就是那個 Suzuki的SX4 S-Cross 他特別加了這個跨界這個字喔 主要當然就是說 他在配備上有做一些調整 重點是在那個引擎的部分 他加了48V ISG的一個 輕油電的一個系統 然後整個讓他的整個油耗表現 是變好的 而且重點是呢 他的最大馬力129.2P扭力23.9 這顆引擎搭他就是原本的這個六速手排 我覺得開起來還蠻輕快 而且重點是他也是主打他的空間 是非常便利 所以我覺得有空可以去看一下 然後又想要空間啊 然後又要想要那種跨界的熱門的元素 以及車身車碼不要太大 大偉哥你個人覺得什麼樣的池碼 算是消費者現在最主流可能會喜歡 我覺得現在消費者主流一定是中型的 這個尺碼是最屬屬於家庭使用的 就我個人而言我當然是喜歡說 這尺碼來看的話一定要 差不多以前就想我這中型就要4米4到4米6 這是最好的 但是今天這個車廠當然也在想辦法 可是你看往這4米4以下看啊 那個很多車廠也有 車廠不一定放大 但是軸距來放大 軸距放大 像這Carlock他就2米6對不對 而且最重要的是一般你看到在4米4以下 這個4382這樣的長度對不對 他把這個引擎式空間這個縮小 把這空間放大 以至於他的整個車式空間 有中型的SUV這個空間表現 大家做過就知道嘛 雖然他在這樣子一個表現上面 達到這中型SUV的一個表現 這不簡單的 因為同級車裡面你也可以看到 這4米4以下有CX3 馬斯拉CX3 是的 剛剛介紹的S-Close等等的 這些車廠他們也盡量說 我要做到這樣子的水準 但是Carlock在這部分 他是表現最明顯的 就像我所做的 他把引擎式這一部分縮小 還有這種表現 所以他在4米4以下的進口車款裡面 他很有競爭力 特別空間我們剛剛覺得不會壓迫 對 你看他這樣子2米6的走距 也是一個屬於這種同級面較大的 就像他1米6的車高 因此你說 他不管是前後座空間很夠 你剛剛坐進去 頭部空間也有兩個圈頭 這樣子的空間表現 讓他在這樣子 你要僅身在中型SUV裡面 又有他的一個位置在 因為有些4米4 電球網際線 從電視螢幕飆上官網了 全球第一手車室報導 年底Toyota的全球 調校出來 就是不會讓你覺得 太照鏡的這種個性 滿足你對車的所有想像 排船友們 地常電線引邀您 一起上線 對 對 對